今晚開戰吧 大牛哥 其實我們很常就在聊說 女人的超能力 容忍度 什麼什麼無謂不謂 隨便講就一箱筐 可是啊 我怎麼樣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想到失眠 都想不起來 男人有什麼超能力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 要不然你說看看 我那天就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說其實男人有一個 很偉大的一個能力 他 裝死的能力 不是 他就是能夠徹底 讓家人發揮專長的一個能力 怎麼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的老婆的專長 是彈鋼琴 然後他的女兒專長是拉小提琴 他的兒子專長是唱歌 他讓他們家所有的人的專長 發揮得淋漓盡致 可是對啦 就是每 對啊 但是我們聽不出來 他這個男人的最大能力就是 所以我有說錯嗎 就是裝死啊 所以觀眾朋友 男人的忍數 都是為了家庭和諧 還是只是為了讓女人更火大呢 歡迎收看今晚白蛋吧 今天歡迎快要忍無可忍的 哀怨人欺 比較可憐 是快要嗎 早就忍無可忍了吧 對啊 我這邊 我跟妳講 這是忍公一流的忍者仁 對 對不對 難得看你兩夫妻同時 對 忍不住了 太厲害了 這邊好像是第一次嗎 對 第一次 就上完之後 忍完之後回家打人家 這樣 因為平常都是 不是他來抱怨 他就是他來抱怨 對 他如果一起打他就 砰砰砰砰 今天就特別安排 打面直球對決 看布哥的忍數多強 是 對 還有歡迎湯正偉老師 對 不過話說我們今天應該需要 不是湯正偉老師 是需要鎮報警察吧 真的 有沒有是保證 保證啦 有沒有肌肉那麼大怪 兄兄是不是 每一次你走進婚姻幹嘛 對啊 怎麼都跳出來 你還叫 不小心 我為什麼想要定下來 他說我也三十七八了 對 三十七八很年輕啊 重點是他懷孕了 跑不掉 我也是懷孕 真的 懷孕 負責任的男人 該完了也完了 也完了啦 就定下來 還不錯沒錯 就像我當初也想說 哎唷 凡哥怎麼有股結婚的 我以為是要講到你自己的 沒有 我很想 我很想要結婚 我們也是靠忍數啊 忍到現在 三十幾年 不簡單 忍了什麼跟他講出來 三十幾年 講出來什麼 我已經講出來 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在忍 都在忍 無時無刻不在忍 所以說 講到男人專屬的這個忍數 這真的會讓女生們 其實我們真的有看 但沒有懂 但不管是什麼髒亂 噪音等等的 你們都很能忍耶 可以 視而不見耶 真的 都是為了家庭好 是吧 對啊 噪音會過啊 會過 會過啊 會過啊 對啊 就有網友分享說啦 婚後才發現 她的老公生活習慣 實在有夠無敵 超級糟糕 怎麼糟糕 吃完東西啊 放在電腦桌上也不收啦 她地上不是包裹了箱子 要不然就是衣物放滿地啦 她每次叫她整理房間 她只會回說 我就知道東西在哪裡 這樣比較有安全感 你不要動我東西 我亂中有序 最後反而是這個網友忍不下去 自己默默的就把 算了 算了 整理 自己整理 比較會 對啊 這時候就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說男人的忍數 就是專門在挑戰女人的底線嗎 請舉牌 這毋庸置疑的嘛 這樣是什麼 那句話 不是 那句話其實有一點點與病 應該要把它改成 男人的存在 就是在挑戰女人的存在 我們就在趕妳們 對啊 男人真的只出一張嘴 認了妳 真的只出一張嘴 家裡很髒 他就會說 天啊 這裡好髒喔 怎麼這樣子 對 然後比較默默的去把他打開 因為他講那句話的時候 他自己用就好啦 是不是 是不是 為什麼要罵我們 不是 因為有時候男主外 女主內 對啊 誰說 我們現在也主外啦 所以我們可能也主外啦 所以不是在外面賺錢 是不是 那真的 李老公喔 對 你怎麼不敢想在場的人 我人在場 好嗎 還在走是不是 還在 不過我哥不在場 還在 不過我哥不對 今天不來就懶了 沒有啦 其實真的都會這樣 就是說看不下去人就輸了 其實這句話非常不分男女 因為有些女生真的也很難 他 男生看不下去他就動手收了 對 那大部分 大部分應該都是反過來 就是女生就是在那邊收 男生出一張嘴 我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是看不下去的人 是 所以有些換問題就是男生會問的啊 對不對 譬如說火鍋吃完了 他說那火要關掉 沒有你就 問什麼呢 你問這不就是要我們動手關嗎 對不對 那個肉退冰了還沒吃 要冰那冰箱 不用收掉 對啊 然後收會出來 有收人進去 對不對 因為你們在問這問題的時候 就是已經壓根要有人數了 沒錯 好啦 先不要抱怨 你們等一下 等一下再好好讓你們 努力的抱怨一下好不好 OK啦 好 我們先看網友覺得 男人有哪一些看不懂的忍數 好不好 我們又一位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又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好啦 男人到底有多能忍呢 我們今天就根據今晚開電話 官方粉絲團還有女人心事 聊聊專區來看一下 到底男人有哪一些 令人看不懂的人數 首先看一下排行榜上第四名 就是房間亂到沒有地方可以走 還是可以在裡面安穩地睡覺 好 這在百分之十一點一 另外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手機的螢幕 列成蜘蛛網狀 它還是可以當作是心得一樣 繼續滑 好 這在百分之十九點四 好 有網友就分享說 男友身邊他所有的東西 他用到一個極致 不只是螢幕保護貼在旁邊 不是都會起缸嗎 那個都繼續用就算了 那種錢包都已經斑駁 那個拉鍊有時候都會卡住 都還是繼續用到底 然後甚至連那種內褲破一個洞 也要繼續穿 到底是有多無視 到底是有多能忍呢 好啦 男人們對於髒亂的忍耐力 是不是高人一等 這叫勤儉好多 沒有 這就是勤儉啦 勤儉嘛 對啊 剩一分就算一分 沒有 你們就是藍 另外一半沒有幫你們買新的 你們就是一直穿下去 但買新的你們還是會穿啊 有的是捨不得 懶得花錢 沒有 因為是給女生一個空間 可以送我們東西 你看到我們壞掉了 就可以送給我們 因為內褲也是他在脫 所以自己買喜歡的啊 對不對 你自己沒有走啊 有時候會懶啦 還會懶負耶 真的 這個部分Paul哥我看不出來 因為其實我覺得 還好吧 剛剛靜靜的啊 還滿丁靜的啊 不會咳咳的 對啊 我現實上的時候是真的很丁靜 現在就走中了嘛 真的好玩 兩隻雞在現場啊 可以變了 講一下 來 我覺得這樣 我真的受不了她一個點是真的 我跟她說 拜託你不要在客廳剪指甲 剪指甲這種東西 會噴 對 然後很皮屑 然後屑屑 再吸一吸就好了啊 對啊 我剪完以後再找找 誰吸 你有吸嗎 誰吸 就有吸 嘴巴吸啊 藏污納垢 然後呢 她就很愛就是在客廳 然後坐在那個沙發上 這樣翹個二郎腿在那邊 咳咳咳咳咳咳 然後你知道都在亂噴噴噴噴 然後她女兒在旁邊 然後遊戲店 嘴巴打開 全都在 其實那些粉塵 粉塵指甲會 古時候還會有人收起指甲 你知道嗎 去練好不好 好煩 那個是吧 收起指甲 要做骨啊 做骨啊 對 不會 怕小孩會不會有灰指甲 會傳染耶 而且如果小孩還小 她搞不好想說 拿起來吃 對 對 然後曾經有一次 我就看到她女兒那時候很小 然後她在那邊剪剪剪噴噴噴 然後女兒的那個米餅有沒有 掉在那個地上 她又剪起來吃 那個整個 Oh my god 我看到那一幕以後 我真的是覺得 拜託我就是專門把她浴室 放一個椅子 說先生拜託你清新好 你就在這裡剪指甲就好 為什麼你一定要在客廳剪 客廳這樣才有電視可以看啊 對 一邊看電視一邊這樣剪 很享受對不對 要親了要親了這樣 隨便這樣摳一下 多好對不對 你剪指甲就是要專心 你看什麼電視啊 要看著剪得下去啊 對不對 要不看的話這樣剪 好無聊 好悶喔 會越剪越短你知道嗎 怎麼會啊 如果你不小心剪到肉呢 對啊 就是專心剪完啊 你自己太害怕 你們兩個是醬油的一口 對 然後 反正就在廁所剪一剪 沖一沖這樣很乾淨 也不用再吸 也不用幹嘛的對不對 然後還有真的剛講那個內褲 也是恩年不換 內褲不換就算了 我跟你講他有一次鞋子也是 他鞋子就跟我們 我們全家就穿得很漂亮 女生嘛 然後我就說 你確定今天出門要穿那雙鞋子嗎 他說我就是要 因為我明明就看那雙鞋子 感覺都要hook了 然後他硬要好穿去 走在美麗華 通常要走走走 然後牽著女兒 跟我想走 越來越有聲音 一直 咔咔咔咔 然後我想說到底拿來的聲音 我想說完了 那那雙鞋就是等一下要出球 我跟你講瞬間先把女兒拉遠一點 立刻離爸爸一點一點 什麼手機拿出來 趕快拍 然後我們就看他在那邊一直 啪啪啪的聲音 他沒有要管耶 他直接就是把那鞋底這個有沒有 拔出來 拔掉 然後 繼續走 對 就躺在那個包包裡面 手袋裡面 他裝沒事 繼續走 我覺得好丟臉 妳們在美麗華 讓他買一雙拖鞋 買一個什麼 而且你知道那個位有高低差 就是找不快的這樣 為什麼你會 隨便看 因為我一隻腳也會脫掉 為什麼不丟掉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 沒有 就是想說 讓他在離開以前再穿他一次 不是 你已經 他就掉了 我覺得他還可以撐到 美麗華很多個衣服 女兒還一直笑他 因為我們是需要Paul哥這樣的人存在 讓大家知道 顏色真的不好賺 好 很平靜 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他連那個衣服也是亂穿 就是他每次就說好 我們等一下去吃飯 然後吃飯 他就說我們要dress code 我就把女兒跟我們都穿同色卸衣服 然後他就硬不要 我說你衣服那件是洗碗巾送你的Logo T 你為什麼不換掉 他說沒關係啦 沒有人看我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只要他穿這種 就是一定會遇到一些事情 比如說就吃一吃 舊粉 欸 你是Paul哥對不對 要跟他拍照 然後穿一個很大的那種 泛黃的洗碗機的Logo 照片 然後我台面變筆頁 因為我說你們真的好丟臉 我覺得 我就說很想要趕快 至少有點藝人形象 對 就是 然後不是 這種東西他還會勤勒喔 勤勒就說你看我就是省小錢 錢都花在你們母女身上啦 對啊 聽不上去 聽不上去 這樣我們怎麼忍受啊 我們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是不是 超帥的 我真的是覺得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太相信 這一句就夠了 妳講超帥的 我們其實也很難講 超帥的 超帥的 那衣服穿到爛掉不肯換這件事情 是不是到你們這個年紀都這樣 因為昌明哥也這樣 爛掉就要換了吧 可是我覺得我老公從年輕就是這樣 我跟他交往到現在 他的一件內衣喔 他是睡覺的內衣 像唇棉的 譬如說Paul哥現在裡面那件 買來的時候是這樣子 他穿到變你現在這樣的薄紗 薄紗 我真的不騙你我發唆 重點 你們家的洗衣粉那麼毒啊 那我覺得困擾不是他把T恤穿成薄紗 是他現在穿薄紗 對 然後那個薄紗 那那個點點有露出來嗎 對 露出來 他說他睡覺穿沒有關係 然後重點是那個薄紗 再來會怎樣 再來就會開始 一個洞 一個洞 很像被蟑螂咬 很像潘若迪的洞洞一樣 對 然後 對領子開始 這邊就會開始一顆一顆 然後身上這邊一顆一顆 我說爸爸這樣真的看了很 讓我會很想舒服 而且另外一邊看就完全沒舒服 對啊 然後他就說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很涼爽耶 他說這樣子風會灌進去 晚上睡覺都不會熱 我說 我看了會冷啊 真的 你說你每次晚上睡覺看著韓劇 男主角那麼帥 然後再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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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前陣子更誇張喔 他的內褲洗到下面 就是那個地方 對 已經破了一個洞 然後大概是一個大拇指的洞 而且大到已經大拇指可以 就是一個洞在那邊了 我說你為什麼不丟掉 為什麼那內褲那裡會這樣子破掉 而且是破中間喔 對 因為它其實下面它有那個縫線 車縫線是十字的嘛 對 還是一條的嘛 那一條 它久了以後它就會開始 那個車縫線就會開始裂開 這樣慢慢一點點裂一點點裂 那它是裂得太恐怖了 已經一個大拇指頭了 我平常是裂大概有一點點這樣子 我就先丟掉了 對 可是它不丟耶 可是夏天的時候通風啊 比較涼啊 那乾脆不要穿 風雪來風了 那女孩子穿不是更適合 真的不行耶 而且有時候真的就是那種 你看完韓劇轉頭 真的怎麼可以火大跟心寒同時發生 你叫你看別的嘛 我覺得覺得那種 為什麼你要比較 幻想就全部破滅 然後有時候他想親我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有一點反感 想吃 是永遠吧 永遠吧 不是那個時候吧 覺得完全不一樣 然後沒有香味 昌明哥 你好可憐 而且我老公更誇張的是 他可以忍耐到什麼程度 他從外面回來 外面很熱 然後大太陽 然後他全身都濕的 然後穿黑色的衣服 連那個鹽巴 全部都跑出來了 白白的 對 就白白的 這樣一片一片白的 回來之後他就脫掉 然後用毛巾把身體擦一擦 然後我就說你不洗澡嗎 他說我真的好累喔 我不想洗了 沒關係啦 冷氣一吹之後心靜 他就整個乾了 乾了就不會黏了 我真心覺得拿毛巾擦身體 真是好老人 對 那是到臨終的時候 才會這樣擦 你多帥的男人都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們毛巾會先正一點熱水 不行 你就算潤那麼帥的 在那邊這樣子 怎麼也不行 而且他重點是 但是有時候不洗毛巾 他是用原來那件衣服嗎 Oh my god 這個很瘦 他說不要再浪費水洗一條毛巾 我說我的天啊 頭髮呢 頭髮 我跟你講 頭髮他更誇張 重點是他有潔癖 因為在家裡 他有潔癖 他可以拿那個這樣 對 所以我很習慣 我差點叫他泰國名了 對啊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個人的習慣是這樣子 風一吹他的頭髮會動 他不行 他一定要用髮蠟 把他梳得像一頂假髮一樣 對 好 然後就像 頂扣扣 對 就頂扣扣 直接這樣戴上去的感覺 然後呢 他回到家 他也是說他真的好累喔 然後他勉強卸了妝 因為他怕他長痘痘皮膚不好 但他說頭髮他可以忍 他就原封不動的 把頭髮梳乾淨 然後這樣躺好 手放好 他說不能轉 因為轉了那個髮膠呢 會壓 會沾到旁邊 對 所以他就睡得 他非常非常的莊嚴 還不錯 所以我說 你怎麼有辦法這樣子 沒線髮膠 無法想像 沒線髮膠你無法想像 對啊 我本來就無法想像 那不是啦 我說我 今天誰是要想像人 髮膠離開很遠了 髮膠的 加一個光頭多好 對不對 不過心境仁夫主熊 你現在應該還不至於到這樣子吧 開始有一點點 一點點爭執 但我覺得那個爭執是他太過完美主義 他忍受不了我衣服有皺褶 平時穿運動衣這種不會有皺褶 但是穿T恤就有可能皺褶 可是你知道T恤的皺褶是 你看起來有皺褶 可是你穿到身上去 因為挺的時候 他就會消失了 衣服皺真的不行啊 你從這邊繃起來 可是這邊因為你瘦啊 男生看就會很邋遢 那常常會叫我立刻回去換 還要回去換喔 還要回去換 那太麻煩了 而且有時候他叫我等他 他要把我燙好之後 再穿回去再下來這樣 好老婆 那是好老婆 忍不住啦 OK啦 這個這個是 對 他忍不了我可以忍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那個牙線棒 我有在綁牙套 就每天都要用 那其實牙線棒買下來也不便宜 對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一根牙齒有縫而已 所以我挑完之後 我覺得立刻丟掉很浪費 我會放著 放著 但是沒有過夜沒有過夜 就是有時候早上挑一點點放著 還可以用 然後晚上再繼續拿來挑 可是我只要放在那邊的 他就會忍不住把我丟掉 然後你就會很生氣 我就會講說 你幹嘛把我丟掉 不是 我剛用一點點的 然後我立刻要吃東西 吃完東西還要立刻再用 對 所以就不用立刻用一次就丟 之前看過一個人 他有一個小盒子 然後他這裡面就放幾根這樣 然後他就剃完以後 然後就放回去他裡面這樣 好危險 輪流用的 我不知道 輪流用的 對 盒子那不行 還有在旅遊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你丟掉之後 你不是隨便買得到 你就買一包放在上面 沒有 不是有時候你旅遊 你就可能就帶那個一小盒子 那你就知道你要用 可是你說你怕會用完 所以有時候我是 還沒有買到新的之前 我舊的先會放回去 原來就是你啊 原來就是你啊 那不行耶 但是生財 買不到新的時候 我還有舊的可以用 超噁的 我老公也超噁的 因為我每次只要剃完 因為我有時候只要一卡牙縫 我就受不了 所以只有一個牙 我就這樣卡完之後 我就會丟掉 我老公說不要丟 然後我說幹嘛 然後他就拿來 直接 好酷 你不要吐了 對不起 他就說 我們是夫妻 我要吐了 有什麼關係 我說我真的不行耶 我說我 我覺得那是一種 很不好的行為 然後後來 他真的發揮了客家人的 真的 後來他才勉強說 好 那不然我不要用線 我用尾巴 尾巴那一端 我說好 這樣我可以接受一點點 送一千根牙釘幫你 怎麼那麼好人 我都不行 我也不行 這太噁了 我覺得兩個人共用 夫妻 牙刷也不行 我也不行 我老公也叫我跟他共用一個 牙刷是這樣的 如果你知道出油 萬一真的沒有的話 那才 那沒辦法 現在很多電動牙刷 你可以帶一個主機兩個頭 我知道 以前有時候 出國的時候 忘了帶 或是 那只有一支而已 那怎麼辦 去買啊 千萬不要說我們忍耐度 真的太低 有時候忍久 壓抑久了 我吃了好累 感情一定會出問題的 你光看 另外一半這樣對不對 有時候真的還是要賞心悅目 真的 對啊 所以要請康老師來幫我們測一下 就是說在哪方面 我們真的是不能太過壓抑 好 拼著第一次 覺得第一印象 選出這幾個數字 有146 還有465 322 跟385 好 請選擇 好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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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這個好了 好 我們選這個 就看你可以多冷 因為你可能心裡會擔心 說你的另外一半 對你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你會因此的忍耐 那我們看一下選到2號的話 有我們的 名選到的 好 465就是不敢生氣 因為很怕爭吵 對 有嗎 好準 好準喔 太準了 太準了 你們選到這個數字的代表就是說 當你只要看到Paul哥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說你只要一講話 你就擔心他一直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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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不完 你一直看待會兒是唸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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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 因為不想跟他 為了後面有很多的一些話語 沒辦法那個招架住 所以他不敢跟他吵架 然後這個數字就是 彭老師難怪你聲音那麼好 真的 固定的 表示另外一半真的太會碎嘴 然後很可怕 好 來看一下如果選到我們的1號 146就是呢 委屈不說問題加嘴 好可怕 是不是 好可怕 算了你用牙籤 我真的說了也沒有用啊 所以我只好忍耐 那你這樣你送牙籤 我來送內意啊 哇 怎麼那麼感動 對 只能自己心裡很委屈 因為另外一半真的有可能 就是比較大男人一點 或者是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反正他都已經想清楚了 自己要做什麼呢 但是跟他講了之後沒有用 反正自己就受委屈就好了 所以有點像小媳婦這樣 好 所以想到這個數字比較委屈一點 好 來看一下如果選到我們的3號 322 好 有Paul哥 還有祖雄 祖雄 好 這一個322代表什麼呢 就是被人暴力 消失意義 各位 真的 好準喔 因為他不敢講 什麼都不敢講 就只要被人暴力 冷戰 沒有 我就是頭其他主號喜歡什麼 我就故意對他喜好的那樣 冷暴力 是不是 對 我們最怕是冷暴力 都不講話對不對 因為要講才可以解決問題啊 你不講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我都吵不起來 怎麼辦 我就想吵一下 再跟他吵一半 因為可能另外一半已經不知道要講什麼了 所以他就冷處理就好了 對啊 對 所以冷處理就是最好的方法 然後一個又很愛唸 很愛嘴 然後一個就冷 一個就冷 就是以物刻以物的概念 好 我們看到4號 還有那個大龍哥選擇 來 3個 3包我們就是沒有自信 安全感降低 怎麼可能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另外一半如果有一些爭吵或什麼對不對 對 他會忍耐的原因是因為呢 他比較沒有自信 為什麼 因為覺得跟他講什麼呢 他給他的反應會讓他招架不住 因為他覺得對方所有的一些動作跟行為呢 他是捉摸不定的 對 表示靈照人 就吵不贏對方就對了 對 所以自己本身因為沒有自信 去應對他所丟出來的球等等的 所以你就會比較沒有安全感 沒辦法溝通 乾脆就不要講 對 不同的那個 對 就忍 就選擇散開就對了 了解 好 太厲害了 所以大家真的為了身體健康跟幸福 不要忍耐 發洩出來 好啦 還有哪一些讓人看不懂的忍數 我們請右眼公布一下 好的 接下來看一下朋友網上第五名 就是自在結界 小孩哭鬧吐奶都可以視而不見 這在8.3% 以及朋友網上第二名呢 就是跟他講話是得不到回應的 過一會兒還會問你說 你剛剛有說話嗎 好 這占25% 好 有網友就分享說說 老公有一次在家裡面 臨時交公司的電話 所以就在家裡面處理一些公事 但是小孩突然間不舒服 然後哭得很大聲 而且一摸還發現發高燒 那老婆就很緊張 趕快把小孩收拾一下 因為老公在忙 就自己帶小孩去急診 然後回來的時候 老公說 你剛剛有出門嗎 你們剛剛去了哪裡 渾然不知家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小孩剛剛在哭也都不知道 好啦 就想問這些 忍攻很高的男人們呢 你們到底是為什麼可以 自帶結界屏蔽一切 對啦 真的 因為我開場的時候講說 我一直想不到男人的能力 錯了 我想到了 他們最強的是弊平 對 沒錯 人家不得不佩服 他們弊平的功力 小孩哭剛剛講的 自我關機 老婆的聲音他們完全 靜音 對 沒錯 防罩這樣 自帶耳塞 我們心裡在想著 在想一些事情 這是冥想 不要不能被弄干擾 冥想的 因為我們要讓家庭更幸福 對 讓所有事業更好的 比如說開車 我們要怎麼到那裡 左轉右轉 他那邊一直在 我們都沒有聽到 就一定要先到目的地再說 不好意思 我剛剛說碎唸的是你 對 所以應該是 都你啦 對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家碎唸的 我自己覺得是我老公 可是我老公覺得是我 但是他常常耳朵都關機的 因為而且你知道他 我覺得他可能以前主持電台 所以他常戴耳機 很大聲 耳膜震壞了 所以他是真的耳朵壞掉 對 他有可能真的耳朵壞掉 因為我有時候 遠遠跟他講話 他都說 蛤 蛤 就聽不太到 然後會啊 可是我們那球場跟他講話 他都聽得很清楚 所以呢 他是不想聽我的話 而且你知道他有時候 就是專注在他自己的世界裡 因為他每次在吃飯的時候 他都是在滑他的iPad 然後永遠都在玩電動 好 玩電動 他就是打撲克牌 打麻將 就是永遠都在滑他那一盤iPad 這樣很專心 然後我炒了一盤 因為他中午習慣吃整盤的大青菜 所以我會炒青菜 炒木耳什麼的 就炒成一大盤這樣子 中和菜 對 然後他就直接這樣吃 吃完之後 他就說晚上要吃什麼 我說晚上要吃什麼 我都可以啊 看你想吃什麼我就煮什麼 然後他就打開冰箱 然後他就說 我們有一大顆高麗菜 不然晚上我們吃高麗菜好了 我說你中午才吃高麗菜 他說蛤 是嗎 我想說我好久沒吃了 我說不行 其實以上的對話 以上的對話 你們都有聽到互相的講話 所以我都是沒問題 他的問題是出在於失憶症 對決出問題 我也覺得 是不是他有一點失憶 還是說他真的只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永遠都覺得他自己是對的 他永遠都覺得說 我不相信你 你說的是錯的 有一次真的很誇張 我們去停車場停車 然後那個引導的人就說 我跟你說你停B3 然後後來他又說停B4好了 因為B4有休旅車車位 後來他又說算了算了 B3有 然後我就說好 B3有 結果我們都開開開開 停到B3去 然後我非常百分之百確定是在B3 然後我們要去牽車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車停在B3 他說怎麼可能 B4 然後我就說我確定在B3 然後他就說 是我準還是你準 我跟你說B4就B4 剛剛規定員明明就說B4 然後我就火了 因為我講三次他還是不理我 我就說 好 我們現在要打賭 我說B3你說B4 五千 我就這樣喔 我兩個小孩就在旁邊這樣 蛤 蛤 你們真的要打賭嗎 他就說好 那我跟你說我確定是B4 我先到B4 我們就到B4 走了一大圈找不到任何車 我說 好的 結果發現 上B3囉 那一天沒開車去 對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一上B3我就說 我還能夠正確地指出 車子就在左前方 左前方右邊這樣 然後他說真的嗎 那邊是右前方 沒有好 反正就是 你看你們的Vocal跟男人就不一樣 不一樣 對 是後邊吧 對我就說左前方那邊 然後結果後來 我們一走過去 果然 真的就停在那邊 然後我老公就說 啊 怎麼會這樣呢 我明明聽到他說B4啊 這重點他要5千有沒有 對 後來 後來我們去投錢 投完錢我就說 5千 然後他就說 欸 你很 你的脾氣真的很奇怪耶 有需要這麼硬嗎 夫妻兩個人 然後我就說 對 就是這麼硬 我說5千 這很欠揍耶 因為他不聽我的 對 後來我兩個小孩整個目瞪口袋 他說你們玩真的 我說當然玩真的 因為他不相信我 習慣性不想聽對方 沒有 有時候他們會在瑣碎的言語中 忽然穿插一個很重要 有時候咪咪上也是跟我講說 講了一大堆一大堆 後來我就開始恍生 我說那個4年45要切小孩 然後又開心 然後我就miss掉中間那一段 對 因為他前面有講了 所以前面10分鐘 後面10分鐘 昨天那個 4.45要切小孩 又切小孩 我說好 然後他就出去 最重要是中間那一段 他前面有後 忽然可以插進去 來不及反應對不對 我們要有一個Q點 我說 我跟你講 很重要 4.45 這樣我還會記得 我發現男生是 他不能太多的睡子 對 睡子太多 只要我們跟他說重點 所以然後這樣居然怎樣 然後都一堆 所以我就沒聽到 然後那一天他就出去了 我在那邊打電腦打電腦 忽然叮咚 我說什麼叮咚叮咚 因為人家在跟我打魔王很緊張 叮咚叮咚 然後門就自己開了 我一看 唉唷 我女兒怎麼自己上來 然後說完蛋了 我忘了接我女兒 嚇了 然後那時候他跟我講4.45 我一看 哇 已經4.50了 然後呢 他是在下面一樓等 校車下來一樓等很久以後 那個一樓的秘書 把他放上去以後 然後幫他按 按到那個二樓 二樓以後 他再請人家幫他按密碼 他自己知道那個密碼 然後這樣進來 然後我想說 反正人到了就好 沒關係嘛 人到了 這樣也拿什麼 人到了 獨立最重要 獨立最重要 是藉口 反正他回來就 好好好 趕快去洗手 拜拜 保安繼續打電動 然後咪咪就回來 一回來說就很生氣 因為樓下一樓那個 秘書就漏蟹了 他說 我剛剛 你那個女兒你上去 蛤 怎麼上去了 他剛剛一個人在那邊等 他還說一個人在那邊等 我逼他上去 然後他就很生氣 就會 一個人在那邊等 我說沒有了 我剛剛在忙那個 那個掃地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女兒又給我 還說謊 女兒又給我讓他 戳破 你剛剛不是打那個魔王 打很久嗎 還要打破嗎 我打什麼魔王 然後就被唸了 對 但是 就是因為他前面講太長太多 那有時候男人也是要 除了講太長 男人在專注做一件事的時候 也很容易變成屏障 會旺 就像那個女兒想說 女兒要去洗澡 接完他以後 我就先幫他洗澡 一半早就泡澡 好 你去泡 爸爸先去滷肉 滷完肉以後 你又洗好了 然後我飯要做好 媽媽回來 一舉兩得 賢慧好男人好不好 完美 很棒啊對不對 你去滷完我去滷 結果一滷的時候就很多程序 加滷包加醬油加水加什麼的 然後還有顧活什麼的 顧一顧顧顧 又完蛋 我最討厭就是女兒太早來 叮咚 他又找到又回來了 然後說女兒呢 我說他在裡面洗澡 都幫他洗 現在泡澡 然後一進去 啊 女兒不見了 我說女兒不是在裡面 對啊 浴室裡面怎麼會不見 我就衝進去一看 因為那個泡泡已經 滿到 看不到人了你知道嗎 他把那個所有的沐浴乳 然後他全部洗髮精 全部都加在那個浴缸裡面 然後那水一直沖 然後那泡泡 然後淹過他 看不到人了你知道嗎 他的創意空間 整個那個泡泡都溢出來 我說人就還好 從那個泡泡裡面 把他救起來 還好有看到 然後那時候他也不會說 謝謝爸爸這樣那麼 謝屁啊 哪一對生氣啊 還說乳 一直沖出來哪一對生氣 還說什麼女兒 什麼 沒有顧好什麼的 我們不是沒有顧好 我們只在專心做一件事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忘了 所以就是忘了 你不能怪我 那如果他當時在浴室 發生什麼意外呢 而且他會很安靜 他會很安靜 我說女兒安靜 應該是把完成拍照 因為我小孩安靜 都在恐怖了是不是 不會 他會一輩子都在安靜 唱歌會換安靜 我說安靜應該沒事 如果有事 你會叫爸爸嘛 對不對 因為年紀很大會叫爸爸 那你這樣放在浴室 這樣放多久 他危險 大概十幾分鐘吧 十幾分鐘很危險 真的不行 女兒會游泳 OK的 對 對 他會游泳重點跟泡泡 對啊 對啦 當然他也玩得滿開心的啦 對 我們只一時失誤啦 該你不是問說 男生跟老婆講話 老婆沒有聽到的次數跟女 老婆跟老公 為什麼次數比較多 因為女生一天會跟老公講很多 很多 一百句話 老公只會交代老婆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的重點很容易聽到 對 可是老婆交代老公的重點太多了 所以有一天就這樣 我坐在沙發上 也是一樣在鑽研我的手遊的時候 有 鑽研 有啦 有啦 要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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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沒有 我們太專注了 太專注了 他就跟我講很多碎碎的事情 講...我就覺得不是很重要 可以鑽研的 然後他突然間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家有養貓 我們的貓會開紗窗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先出去 叫我出去的時候 記得把玻璃窗關起來 不然貓會開紗窗出去 就是養台 然後我就聽朋友講過 因為貓在養台玩的時候 如果有鳥飛過 牠會想抓鳥 對 會掉 對 我朋友的就是發生過 而且墜樓會死 對啊 我朋友的貓就這樣死掉過 貓墜樓會死喔 會死 會是有 大家都會想說 貓好像會怎麼樣 應該是兩三層樓以上就有可能 太高了 但我們住十四樓 所以那個一定會 那太危險了 那不行 所以他就交代我這個東西 我也聽到了 但是我還是在鑽研手遊 後來我出去就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晚上是跟朋友約吃飯 你知道嗎 後來他先出去 他先去了一個地方再去吃飯 然後我就直接從家裡出去吃飯 然後他看到我 第一句話就說 你有關玻璃窗嗎 我就想完蛋了 忘記了 然後我就用 我沒有閉路電視 我就用閉路電視一看 紮窗打開 貓在養台外面玩 完了 完蛋了 我就立刻跟他說 OK 我先離開 我就搭計程車半個小時回去 關玻璃窗 再回去那個地方 你有跟他講你沒關嗎 我就跟他說 我有跟他說我沒關 我就跟他說 我先回去一下 你先 那是你的貓還是你老婆了嗎 是我們的貓 我們一起養 我們一起養 但這件事情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這事情為什麼還需要交代 對啊 不是 我跟你說 你買一個專門小孩子的安全鎖 它可以黏在一起 後來 後來我們有買 後來我才去查 怎麼樣防止這件事情 就是安全鎖 因為我是後陽台 全部裝那個網條 對 它端不出去 那個貓一開始不會開紗窗 後來它才慢慢學 連貓都受不了這個家 因為他們太碎念了 半夜Google 怎麼離家會紗窗 怎麼要離家出走 怎麼開紗窗 其實本來不會的 對啊 下一次它就會按電梯了 好啦 保證他還沒公布的 最後一名是什麼 又有貓我們公布一下 好了 接下來最後排到網上 第一名 應該很多人心有細心焉了 就是呢 明明就心情不好 但是怎麼問呢 都問不出口 這在百分之三十六點一 好 永遠都分享 就說有一次呢 男朋友回家的時候 發現他臉就很臭 明顯就不開心 就問了老半天死不講 一直到呢 隔天早上的時候 他又就是不死心 繼續問他 他才說 因為他們一群朋友 去吃飯的時候呢 就有閨蜜偷偷告訴他 就說其實啊 他們同事 有另外一個男生想要追他 所以呢搞得這個 男朋友聽了 就很不適滋味啦 好啦 就想問問男人的人工啊 到底呢是有什麼好心理 有疆 可是呢又死不開口的呢 男生好像有什麼事 都不可能講耶 很多男生 好奇怪喔 覺得丟臉嗎還是 有一些事情不能講 尊嚴 例如說 對尊嚴 對不對 男生比較有 這個面子的問題 因為女生也有 但是我覺得男生好像比較大 有一次就是我們吃完晚飯之後 然後就散步回家 然後就看到 那邊有人在賣榴槤 你知道榴槤是我的假想家 就是想家的時候就想吃榴槤 看到榴槤 哇又聞到那個味道又想家了 我就說我要吃榴槤 可是他反對 他說因為我們剛才已經吃很多了 他就不要讓我吃那麼多 然後可是我說我真的很想家 真的很想吃 我就買了一點點 大概一盒 一小盒大概兩三個 兩三個小的 然後坐在公園那邊吃吃吃 吃完了之後就開始要回家 可是我一吃完站起來的時候 就覺得不對勁了 整個肚子開始在嚼 你知道嗎 不知道是因為剛剛吃的東西 問題還是榴槤有問題 總之我一吃完 站起來他就開始在嚼 嚼了之後我就覺得 我就開始在流汗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講 因為如果我講說 我現在肚子不舒服 他一定會繼續念我 因為他剛剛已經念我說 我們吃太多了什麼 所以我就忍著這個痛 繼續跟他散步回家 從那個地方到家裡 大概五分鐘的路程 很短 但是你知道他每一步 都走得很艱辛 很痛 然後就走走走走 因為你知道那種腳痛的時候 他是一陣一陣來的 對 他一陣來的時候 是連路都走不了 所以他一陣來的時候 他又走很快 你知道嗎 一直在跟我聊天 一直在走很快 然後我就走不動了 我就跟他說 等一下等一下 他就問我為什麼要等一下 我就說 你先回家好不好 我先一個人在這邊 慢慢回家 聽起來也太奇怪了 奇怪 感覺很像要約小三 對 張姐你只是上個廁所 肚子痛 這可以老實講的 不是 他怕唸嗎 因為他已經唸過 我不要吃榴槤 剛剛叫你不要吃榴槤 要吃 我還堅持要吃啊 然後就堅持吃又出事情 然後第一句說 你看吧 他就會開始講風涼話 我就不要讓他講風涼話 不然讓他們逮到這個機會 對 寧可讓他覺得他在外遇 寧可讓他覺得他在外遇 寧可讓他在風涼上 也不要被他講 對 我說你先回家 先回家 因為一陣過了之後 你就開始可以走走走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 又一陣來你又停住 然後最後上樓 終於解決了事情 但是現在只要 一看到榴槤 他就會笑我這件事情 因為到最後 我整個臉色已經蒼白了 他已經明白發生什麼事情 太痛了 還好吧 但Paul哥的個性 應該也是不可能 會跟咪咪聊心室吧 不可能 像我老公 其實他也是 什麼事情 大事小事都不會跟我講 對 因為像之前 他常常每年都會去 定期那個檢查 身體檢查 然後我就 每次都會回來 我都會問說 那你今天 今年檢查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沒事啊 大腸也沒息肉 已經好幾年都OK了 然後就 喔好 結果沒想到 他當然不想把負面的東西 對 沒想到有一次聚會 就是鄰居大家一起喝酒 然後我就聽到他兄弟口中說 你老公心臟問題還好吧 我說 蛤 什麼心臟問題 我想說 他那天跟我說 他去 今年去健檢 然後心臟說怎麼樣 什麼有嚴重的瓣膜 有一些問題 瓣膜少一片 我想說 這個很嚴重 為什麼都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對啊 我想說這種東西 你怎麼可以就是 是我從外人 先跟朋友講 對 外人口中得知 然後他是不是因為怕你擔心 可是另外一半聽到就會覺得 都信啊 這種很嚴重事情 你一定要先跟整邊人講 沒有被信任感 對 我會覺得 你是怎樣不相信我嗎 還是你有把我當老婆看嗎 然後結果這種東西 我後來跟他說 你以後真的不能這樣子 結果又來了 前陣子就說 那我們去那個夜市 我們就是說去吃那個 前陣子很流行什麼 吃冰 這片冰 然後想說他又很喜歡吃冰 然後夏天很熱 我就幫他點了一個特大碗的 我想說招牌嘛 然後他愛吃冰嘛 說沒有夏天又愛喝這種冰涼 我說好 那就這杯給他 然後小杯我跟女兒自己吃 然後想吃 我跟我女兒都吃得很開心 然後他就臉就開始很猙獰 我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就一直在那邊忍 然後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到底是怎樣 再嫌棄我 就是選的餐廳不好嗎 我一到家他還跟我講說什麼 沒有啦 是剛剛那個就是 牙齒有點痛 我想牙齒痛的事情 牙痛很 你怎麼也不跟我講 對啊 大事小事都不會跟我講 真的 我也不是故意要隱瞞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小女生 沒見過世面 沒有看過大風大浪 一些小事就 啊呀世界末日了這樣 把一個小問題放很大 我們會受不了 所以乾脆就不要跟你講 所以我必須一定要瞞著你 要不然你就會大驚小怪 所以說那個時候 其實原因是一吃病以後 我馬上就有那種 酸軟跟刺痛的感覺啊 但是我跟你講了 你可能又會 怎麼了怎麼了 又會大驚小怪 所以我覺得沒辦法 所以我完全說不出好吃的感覺 因為真的太痛了 而且不只如此 裡面還有很多那種 有腳感 還有給我點的什麼 珍珠芋圓 講說我那個 但我除了牙口不好以外 多咬幾下 我牙齒就開始不舒服了 你知道嗎 因為說實話最近 我開始發現 只要每次刷牙的時候 我就牙齒就會開始流血 而且這個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甚至我剛剛像講的 吃一些冰或冷的東西的時候 也會非常的痠痛跟不舒服 還有軟軟的那種 嫩嫩啊嫩嫩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我去諮詢我的這些牙醫朋友 他說第一個牙齒敏感 跟牙齦的問題 兩個這個問題 最好一次一併解決 所以他推薦了我這一款 蘇川定專業抗敏護銀牙膏 讓我一次可以解決兩個問題 這就江振成那個嘛 是不是 對 而且所以後來我每天兩次 按照正確的這個刷牙方法以後 就好很多了 因為這支牙膏裡面 它含有 微米泡泡的伸潔科技 含有百萬個微米粒子 可以深入我們的口腔死角 可以清除牙菌斑 進而舒緩牙齦流血 跟牙齦不舒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讓我弄了以後 舒緩了非常非常多 請問這個牙膏 可以舒緩你對老婆的怨念嗎 沒有 這樣沒辦法 這個再多根 可能都舒緩不了 對 他就是摩羯座個性 他就一直跟我說 重複就是力量 你知道怎樣 他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用這個 重複就是力量 重複就是力量 他說每天就是用這個 專業抗敏護銀牙膏 他就是可以直接 每天一直刷 然後我發現想說 有這麼神奇嗎 我還去查一下說 其實真的還不錯 因為他這一款牙膏裡面 透過豐田牙本質小管 在牙齒敏感部位 形成保護層 降低牙齒敏感 而且他剛剛有講說 不是會有一些牙齦的問題嗎 他其實就是 牙菌斑 它沒有清潔乾淨 牙菌斑 對 它其實這裡面就是 你只要把牙菌斑刷乾淨以後 雙管旗下一次處理 牙齒敏感跟牙齦問題 兩大的棘手問題 兩週內有效 可是它不是跟牙刷本身也有關係嗎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 這個牙齒敏感問題 跟牙齦問題可以 兩個問題 雖然可能常常同時發生 所以如果能夠一併解決最好 因為它們能夠互相影響 所以真的要儘快解決 所以牙齒照顧呢 除了用我們這個所謂的 抗敏護蠅牙膏 更好搭配同款的我們專業的 抗敏護蠅的這個 軟毛牙刷 來一起的話呢 其實這樣講 雙管齊下的話 來針對我們的牙齦的問題 跟我們的牙齒酸染問題的話 會更有幫助 而且現在 上網下單的話 還更有優惠 因為確實滿多牙醫都推薦他們 至少刷完牙之後 老不公對老公講話 口氣清清 沒有 臭臭的味道 而且最近上網下單 非常非常的划算 因為最近有雙十一的活動 只要在MOMO的平台上下單買 我們的 紓酸錠專業抗敏護蠅牙膏 五入組跟八入組 都有它的這個獨家的優惠組 可以買喔 而且買牙膏 還可以送Tescom的吹風機 或洗禮箱等等的買額 還送多重的好禮喔 其實我覺得 像這種天天都能用得到的這些 日常用品趁這個有折扣的時候 趕緊買起來 囤起來 是最划算的 謝謝 沒有啦 所以說到最後 夫妻之間最重要的還是要溝通 如果有什麼事情或遇到一些困難 一直等在心裡不說 也會造成無非家中 對啊 認真要互相的分享 因為有時候真的男生 一直憋著什麼事情不講 其實反而女生會覺得 是不是被信任 就會很多猜疑 沒有擔心 今天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來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